同学大家好 基础对话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单元是 把重要的口语上 会使用到的对话语词 老师给它列出来 那么同学可以背起来 运用在口语上 这是很实用的一些短的 英文的语词 先介绍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是人家介绍 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 你就可以用how do you do 当然现在的英文里面 也可以用how are you 这个都是ok接受的 how do you do 就是用在第一次见面 如果是 已经见过面了 认识了 那我们就要用how are you 这是很基本的 但是也很重要的概念 认识了之后呢 还有人用how is everything how is everything 就是一切可好 像你熟的朋友 就会用how is everything 这个就是很亲密的一个交谈的 再来第二组 yes of course yes of course 人家问你怎样 那你确信 这当然是这样子 那你就回答 yes of course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不用钱的吗 那么你可能会问 is it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就是免费 那么对方 当然知道 当然是免费啊 不用担心 不用 你要尽量拿吧 他就会回答 yes of course yes of course 就是当然是免费 免费就是free of charge 下面 Bob paste the salt paper would you please 这个是在吃饭的时候 那么西洋人吃饭 都是坐在那边 不能站起来夹菜 都是请别人 把东西递给你 所以呢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对话 比如说 Bob paste the salt would you please Bob把这个盐巴递给我 would you please 好吗 would you please 就是很有礼貌的请求 好吗 或者是 Bob paste the paper paper就是胡椒 把胡椒递给我 好不好 这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样子 Bob would you please paste the salt 或者是 Bob would you please paste the paper 好 这个都是可以的 好了 再来看下面 here it is here you are 哎呀 这个很多同学都会混淆 连老师都会混淆不清 通常 it is 这个it就是指东西嘛 这个it就是讲东西事物 所以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 常常会 请那个服务生 我来付账 那就跟服务生讲说 waiter give me the chick 好 give me the chick check check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账单 所以呢 这个 我要付账 那就跟服务生讲 waiter would you please give me the chick 把账单给我好不好 那服务生就 哪来了 账单哪来了 就会跟你讲 here it is sir here it is sir 先生 账单在这里 那就it 就指账单 那如果是讲说 是 哎呀我进到餐厅里面 没有 没有什么 菜单 好 那服务生拿菜单给我们看好不好 那你就会讲说 waiter would you please show us show us 就拿给我们看 the menu menu menu就是菜单 好 你就可以用 这个show us the menu 那么服务生菜单哪来了 他就会跟你讲 here it is here it is 哦 菜单在这个地方 这个it就指菜单 那至于说here you are 就是你要买的东西 你要的东西 像这个paste the sword would you please 你把盐巴拿给我好不好 哦 这个盐巴就是你需要的东西 好 你要得到的东西 那就here you are here you are 所以盐巴哪来了 就会讲here you are 那如果你去邮局买邮票啦 等等 啊 邮票问好了 那么服务生要拿给你 那么职员要拿给你 就会跟你讲说here you are 邮票在这里 或者是你要买献丰 献丰在这里 他就会讲here you are 那你就给人家谢谢 thank you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同样的你去市场买水果 你买芒果多少 这个这个苹果多少 包完了 他就会拿给你 他就会讲here you are 这是你要买的东西 你就给他讲谢谢 how much多少钱 就这样子 这个是对话 延续性的问题 好了 再来看第四个 你看人家需要你帮忙了 你就可以过去说what can I do for you Madam Madam就是这个女士 或者是sir先生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这样子 如果不需要 他就回答no thank you 好不不需要 thank you 谢谢 那如果是需要帮忙 他就回答 yet thank you 是的 好谢谢 那他接下去 他就讲说would you please 请你怎样好不好 would you please ok 做什么事 他就会讲出来了 好 那你一听到 你还需要你讲 你做什么事 你就讲说 with pleasure 或者是my pleasure preasure就是我的荣幸 我很高兴做这件事情的意思 这就是preasure my pleasure 再来 what are you good at 这个同学或者是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你什么很内行 他那运动就是 what are you good at 就讲运动 你什么很内行 你就可以讲 我打网球很厉害 你就回答 I am good at playing tennis playing tennis 我打篮球很厉害 我就 I am good at playing basketball 那弹到音乐 等一下对方讲了 what are you good at 哇音乐方面 你怎么很厉害 我弹钢琴非常厉害 我弹吉他非常厉害 你就回答 I am good at playing the guitar playing the piano 或者是playing the violin 拉小提琴 这些都是 这个很熟悉的一些对话的上下内容 再来 how much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 那这个要注意 这个much是指不可数的东西 比如说钱这些都不可数 所以呢你可以用 how much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 那你可以用 how much money do you need 你需要多少钱 这样子 那如果是讲说 是书 你需要多少本书 书是可数 你就要改用 how many books do you need how many 就要改how many how many books do you need 你回答 I need twenty books 我需要二十本书 再来看下面 why do you need a part-time job part-time job就是一部分时间的工作 我们就翻成监裁的工作 如果你需要找一个监裁的工作 you are looking for a part-time job then the manager may ask you manager是经理 可能就问你了 why do you need a part-time job why do you need a part-time job 那你就回答 I need it I need it 我需要这个part-time job 干嘛 當然要赚钱嘛 to make some money 赚钱干嘛 for my 像这个大学生 到家里读了贫困 他们都会去建材 赚一些钱 来缴学费 缴学费就是 tuition fee 这样子 那就是 这个办公 办读 这个 完成学业 这就很可取的 I need the part-time job to make some money for my tuition fee 好 这个就是 很 基本的 也很重要的一些 对话的语词 好 接下去我们来看 练习一下好了 对话的练习 第一竹 A问了 I would like you to meet our guest of honor Mr. Wong guest of honor honor是荣耀 很荣誉的 荣誉的客人 我们就分贵宾 guest of honor 贵宾 来来来 I would like you 这个王先生 我要你来见见我们的贵宾 好 这个是王先生 这个一个是王先生 一个是黄先生 好了 那第一次见面 所以B就回答 How do you do Mr. Wong 第一次见面 好 那王先生也会继续回答 How do you do Mr. Lee等等 How do you do 第一次见面 就问How do you do 当然用How do you do 当然用How do you do 也可以了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You remember Mr. Lee 当于 这是附加问句 前面用肯定 后面用否定 就是要确认前面这个句子的内容 就是说 You remember Mr. Lee 你还记得李先生吗 我帮你介绍过吗 你还记得吧 不是吗 那就是要确信 你还记得这件事情 你还记得吧 这个李先生 你们当时谈得很好啊 对不对 等于不是吗 哎呀对方就回答 马上回答 Yes of course 当然了我们 那个时候谈得很好啊 好像莫逆之交一样 Yes of course 当然认识了 哪有什么问题呢 那就Yes of course 好 第二次见面了 马上就How are you 或者是How is everything How are you 那对方也是会回答 And fine thank you And you 那你呢 好 这是认识的时候 就用How are you 或者是How is everything 那A就回答 Just fine Thanks Just fine很好啊 谢谢 这是固定字的一套 这个对话的前后文 再来 Mom 妈妈讲了 Lily Paste the sauce Would you please 或者是Lily Would you please Paste the sauce Source就是什么 这个酱油 请你把酱油递给我好不好 Lily回答 Sure 当然可以啊 Mom Here you are 酱油拿来了 递来了 Here you are 好 这个 这样就在这里 您拿去使用吧 所以 Here you are 跟Here you are 也是 也是会常常混淆 不过 我们还是了解一下 使用的情况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就是对话语词EA的 简单的介绍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